往後娘娘 本宫见你今日 真是欢喜得很呢 和那个李北王你浓我浓的 你怕是忘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吧 小女不敢 那你说说吧 李北跟各部落的状况 回王后娘娘 李北和各部落唇齿相依 和吐蕃尤为亲近 短期之内 恐怕难以分泵离析 那你还做了什么 小女 小女 下次回来带点有用的消息 李北人要知道你欺骗了他 你可要知道自己的下场 是 这件事情 绝不能把吉列卷进来 这件事情 绝不能把吉列卷进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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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不敢不戴 他们也有亲人在我们手上 自是不敢 你说的是王妃 此敌不宜久留 走 这么晚了 她能去哪儿呢 我刚才去 大王不必找理由搪塞我 我想和你做一个约定 你是我的王妃 有话直说便是 你我在锦国的这些日子里 可否互不过问 互不干涉 王妃今日有些奇怪 请大王答应 准了 谢谢 之前我一直想不懂 身为父使的父亲 为何会在归途失踪 以为是主使官 争名夺利所指 但那日沙漠遇险之后 我开始相信主使官所说 是意外 闭嘴 是李思年勾结大骊北王 通敌叛国 杀害父使 这才是事实 当年要不是我 极力劝阻君上 锦王差点就心软 放了那个大骊北王 李家也就不会满门抄斩了 王妃 万一失败了 岂不功亏一亏 我要想办法 揭露王后的阴谋 这么晚了 她能去哪儿呢 她能去哪儿呢 大王 我知道你还没睡 你可愿相信我 不走了 睡吧 如果我说事关锦国和李北的交战呢 王妃不会是要告诉我 你要站在李北这边吧 我绝不会对李北不利 说来听听 突然来找本宫 是想清楚自己的身份了吗 王后娘娘想知道些什么 李北军队的状况 你掌握了多少 回王后娘娘 李北的军队不比锦国 这老弱病残加起来 不足三万 锦国精锐足十万 再加上边疆驻扎部队 也有三十万 足足是李北的十倍 量他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你此次突然回宫 我倒觉得有些意外 打算待多久啊 是李北规矩太严了 行事有诸都不方便 所以小女就想着 将李北王带到锦国来 这样 些许 能有一些收获 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 暂时还没有 不过 小女已经有些许眉目了 李希峰 你什么时候在本宫面前 一口一个小女了 醉臣知错了 来 起来吧 你在本宫眼里啊 永远是本宫的好女儿 可是本宫最讨厌的 就是那种 不听话 不孝顺的坏孩子 懂了吗 快把伞拿着 别临病了 你给我等着 还不会有词 听说 请客 谢谢大家